第七百七十三集 诸葛小大夫又看了一眼打得难解难分的萧九安与莫七夕顿时火气都来了 这两人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了 能不能有一点分寸 没看到诸葛小大夫十分为难吗 萧九安 莫七夕 你们够了 七云开大吼一声 不见两人停下来又补了一句 我数三生 你们还要再打下去 我和师兄现在就走 你们两个慢慢打 三 季云开一说完就开始数了 刚数了一句就听到萧九安的声音传来 好了 不打了 不用数了 刷的一下 萧九安的话音刚落下 两人就停了下来 但两人虽没有交手 周身却仍旧有一股气流在涌动 直到树西后才平静下来 而一两人为中心方圆十米内 寸草不生 两人脚下更是直接出现了一个坑 作为战斗中心的两人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身上都挂了彩 看两人不停大喘气的模样就知 这两人也是拼了 你们两个是疯了吗 看到不断滴血的两人 季云开忍不住俯额 这两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孩子气 一言不发就大打出手 真是英雄 莫七七高傲地哼了一声 愤愤地瞪着萧九安 是她先惹我的 她多少年没有这么生气了 萧九安明明知道灵星那个女人是她的死穴 结果提谁不好 偏偏提起灵星 本王不过说了一句实话 怎么 自己小心眼还怪到本王头上的 萧九安高傲地冷哼一声 随手擦掉脸上的血 实话 看样子这些年我对你太好了 你忘了我的手段了 莫七七双眼好似在冒火一般 两人好似一瞬间就从四兄四友的状态 进入死敌的状态 姬云开真不明白 这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不是这就是男人的友情 说翻脸就翻脸 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 本王还不会放在眼里 莫七七狠辣 萧九安高傲 两人针尖对卖忙 谁也不让谁 继云开算是见识到了 什么叫翻脸比翻书还快 他懒得去管两人之间的恩怨 也不想知道两人为什么打起来 他只说一句 你们两个是不是忘了我们来要门做什么 夫人这话说的不对 应该是 你们是不是忘了 这里是我要门的地盘 你们在我要门的地盘大打出手 置我要门于何地 寻山的青山师兄终于找到机会再度开口 青山师兄 这是意外 打坏的地方 我会陪的 诸葛小大夫弱弱地开口 不敢看青山师兄 陪 你拿什么陪 诸葛玉树 你已不是那个被你师父捧在手心宠的小师弟了 而且就算你师父现在想宠你 也没有那个能力了 青山师兄一脸不屑地开口 完全不把诸葛小大夫放在眼里 我师父怎么了 诸葛小大夫忐忑地开口 继云开能感觉到 诸葛小大夫握他胳膊的手在哆嗦 他不知道要门的情况 也不敢贸然开口 只能反手握住诸葛小大夫 无声地给他安慰 没有意外 他一握住诸葛小大夫的胳膊 萧九安的冷刀子就飘了过来 如果是平时 诸葛小大夫肯定会第一时间发现 然后立刻收回手 但此刻的诸葛小大夫 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青山师兄身上 等着他的答案 然而青山师兄压根没有回答 甚至很恶劣地开口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是个什么东西 诸葛玉树 你带来的人毁了要门的树木 按要门的规矩 你知道该怎么办的 我接受惩罚 师兄 你告诉我 我师父怎么了 说到惩罚二字 青山的话冷笑开口 哼 要门好大的口气 这世间敢叫本王滚的人 还没有出声 你是何人 青山听到萧九安开口 视线落在他身上 转而又看向济云开 他刚刚听到这个女人 开口叫了两个名字 这两个名字他总觉得听过 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燕北王 萧九安 王爷一字一字开口 只见青山脸色一点点变得难看 你 你是天启的燕北王 萧九安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冷笑 在天启的地盘叫本王滚 药门好大的威风 药门虽躲在深山老林中 但好巧不巧 这地儿属于天启 青山虽具燕北王威名 但想到这是药门的地界 顿时底气就足了 我药门虽位于天启 但从不归天启馆 燕北王你要抖威风 来错地方了 旁人拒你 我药门可不拒你 抖威风 他萧九安需要抖威风 萧九安不屑地冷哼一声 下令 本王上门求医 带路 求医 你 青山张口就要拒绝 但刚一开口 就见一枚石子从他的脖子上擦过 瞬间留下一道血痕 你 青山捂着火辣辣的脖子 震惊地看着萧九安 他一直盯着对方 但却没有看到对方是怎么出手的 再不走 下一次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手指轻弹 就见一枚小石子飞了出去 直击青山的肩膀 青山明明看到了 也知道他该躲开 可是他就是没有躲开 青山跌倒在地 师兄 师兄 没事吧 随同青山一同来的要门中人 连忙拥了上前 一个个关切地问着 却没有一个人敢指责萧九安一句 带路吧 肖九安无视人一般理了理凌乱的衣衫 从墨西西身边走过 走到纪云开面前 然后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